我歌此其時 我身邊這位是Francis 我身邊這位是Lazworth 今天我們唱這首歌叫做石倫的故事 以正往一路爬不到 同時經激氏 煌滑桃煲 紫圓璦 皇冊在縣生長敞 皇冊拴要重疑 都不可能 脸面仍不同缘一样 天地里情惆怅 抱拥天使情是暗自相 更加温恒 但事不动方向 寒风若剑乱刺出路和恨 寒星自家朝低寒本为民 南南自坛为民谁苦听 书间受仙将爱振 谁想住身影处立场坛上 狂风他收念四首千笑容 住脸头温柔如花楼 这夜里鸣月酒 有他平时最久远内有 看他眼神 下来 居然不但愚殇 假眼和咱们更加渐 或许多的耳朵 居然不得不可 不得不可 更不脱 我意见到 优伟四尾 谁知道 他不得不可 或许多的耳朵 他不得不得不可 放在他心怀 如捕石 经历爱 谁与爱 记取片线 情事已复收 更加永恒 那是及他拥有 Lasas 你曾经以一只动物 驢仔 用疑人的手法去写他的歌 今次更加要用死蜜一粒石春来讲故事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要写一首有关石春的歌 我不是说有一个创作计划 定出什么时候要以动物为主题写作 什么时候又会写下死蜜 不是这样的 大多数都是灵感到 写好一首曲 然后又酝酿一段时间 感应出这首歌的情感 可能配合写哪一种主题或题材比较适合 于是就成事了 这首歌之所以是写石春 其实是因为在多年前有一次在台湾探朋友 他带我去了一个面向太平洋的海滩 是一个很长的海滩 但是这个海滩它布满的不是沙 而是石春 一忙无险,无穷无尽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石春 我逗留了很长时间 不断在这里选择 接着一大堆 我觉得他的形态、颜色是很漂亮的石春 让他带回香港 這樣帶走一些台灣的石春回來有沒有違法 當時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那個朋友也沒有提我不可以帶走 會不會台灣不禁止呢 姑且暫時保留追究你的權利 知道 這首歌是《二粒石春》作第一生去寫 裡面的意念是否選擇石春的時候想到呢 是的 當時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石春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即使有一些好像是比較漂亮一點 但是放在數二億萬計的同類當中 你可以說那些所謂特別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特別 你可能不會猜到 其實每當我回想當日的景象或者這一次的經歷 我會是聯想到另外一個畫面另外一個景象 是否想到一個很浩瀚的宇宙 不是的 你想猜多一次嗎 很難的 你這麼喜歡胡斯麟石 好 不妨礙 我會聯想到的景象給我三級 你要有心理準備 嘩 醒了 其實我想到是在二次大戰 德軍設立一些集中營 其實有很多的猶太人 他們全身赤裸 無衣服穿的 他們的屍體 對蝶如山的一個這樣的圖畫 有沒有這樣的畫面 很恐怖 真的很三級 不過我都見過這些紀錄片 沒錯 我都看過這類的歷史檔案紀錄片 現在Netflix都有的 當我看到這個畫面時我都會想 那些身體 其實就是之前他們穿在不同的衣服的時候 這個人和那個人之間好像很大分別 有些可能不給你的感覺 就是他很時尚 很優雅 很高貴 有些他的體型 體態 可能你覺得很標準 很均勻 我們可能也很欣賞 這個男的很健碩 高人一頭 或者那個女的很高跳 身材樣貌很出色 但是就當無數的這些驅體 對放在一起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差異是完全不算得上什麼 明白了 我知道你把石春給作人 你這首歌是否主要是說到人很平凡 你歌詞說到那顆石春 忘記在哪日衝上牆灘上 黃沙展千里 聲訴不可量 你面眾不同 緣一樣 天地裡情愁漲 你說對了一半 那一方面沒錯 就是要說人其實是很平凡的 不過這首歌其實更重要要說的是 是人怎樣可以變得不平凡 我看到歌詞當中提到的一個人物 就是主 我相信你是指主耶穌 他介入了石春的生命 但你一開始寫出現的時候 帶有一種懸疑的味道 你寫 誰想主身影處立長灘上 狂風他收斂 聲秀展兆揚 主面透溫柔如發亮 這夜淚明如咒 有他片時除舊怨內憂 看他眼神卻是不可猜透 為什麼這樣 其實我不知道網友有沒有經驗過這種接觸 不少人 他可能都曾經在生命裏面 在一個稍遠的距離 偶然或一次經歷到這位主耶穌的幫助 譬如可能在一次危機當中 嘗試向他祈禱 經歷到那個情勢 奇蹟性扭轉 或者在心靈裏面得到莫名的平靜 平安 你會對這一次的遇到 可能都很驚訝 會發出問號 為什麼這麼奇妙 他究竟是誰來的 沒錯 我都是由此去嘗試 進一步認識他 不過這一個 只是人同主的遇到的 只是一個引致 我最終寫出的 就是他對石春一個 意想不到的舉動 他執起了那塊石春 你剛才說到 誰知主低虎將我提手上 何竟他損上 此愛心白象 放在他心懷如寶石 經歷愛誰如我 沒錯 這顆的石春 之所以能夠和其他千億的石春有所不同 更有價值 並不是因為他自己本質上 有什麼個人之處 而是存在於 他被主損上了 被這位主看為寶貴 沒有被他損上的 就只有無奈 其實這個是兩面的說法 聖經所強調 其實人這一面 是可以選擇主的 反而他不停在我們心門外敲門想進來 關鍵是否我們都願意開門 讓他盡力 當我們能夠做出這個決定 我們原本短暫的生命 就可以一都轉化 所謂緊壓永恆 就是被那位永恆的主宰所擁有 沒錯 好 我們今次講到這裡 大家可以給個like 我們subscribe 或者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是Francis 我是Larcis 拜拜